在大陆很多自媒体博主长期以来拿台湾打爱国生意 并以无脑观众为主要目标精准定位 赚昧着良心的钱让人看了很不爽 但多数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平台也鼓励这些作者 因为从字面里的意思来看是爱国的生意 所以比一些客观的报道和深度的分析要有市场 例如有博主经常写一些几乎所有评论的人都会反对的文章 标题也基本上是本末倒置的 但是大陆是个神奇的市场 只要会写两个字的人 都能找到文化层次较低的人群的定位 从中赚取流量 例如台湾客偷渡大陆 这可能成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常态 我们稍微正常的人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谁会这么傻呢 偷渡到大陆来 还用偷渡吗 台湾人来大陆基本上都是想来就能来的 叫人家来人家还不一定来呢 别说偷渡了 如果换成大陆人想去美国 还真有不少愿意偷渡的 因为人家是自由天堂啊 评论区百分百翻车 但人家依然乐此不疲的血 别扯了 偷渡来法律大陆的 肯定是那边犯事待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特了解台湾人 海岛的生活是不是水深火热和非洲一样贫困 要是我不认识台湾人我就信了 台湾人赚的是你几倍 少操心 这位博主的目标群体应该是那种无脑消费的群体 旅游来商务来咋来不行啊 干啥要偷渡啊 小周分析深层次的原因 归根结底是大陆需要这种氛围 但凡蹭一下台湾人喜欢大陆 来大陆比在台湾好 大陆是台湾的依靠等等话题都能够上热搜 也都能够获得平台的大力推荐 说不准你还会被评为百大人气作者呢 大陆人这么多人 懂得道理的也肯定是不少 能在平台里工作的基本都是有一定学历的 但在这种环境中 推荐哪种文章 推荐哪种博主 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 是平台的领导决定的 平台为了生存 就必须推荐符合上级要求的文章和作者 以便让自己的平台 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其实这些东西越做下去 越是死胡同 长期都是一种声音 除了娱乐和赞歌 以及无脑的自嗨 基本上平台不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目前在大家都不知道 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还能够生存 一旦防火墙不在 失败在所难免 所以长期以来 我个人认为 中国的媒体平台 只能在大陆生存 想在未来走向世界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可能 而这些博主 能够生存的不错的原因 是因为大陆的人口确实是不少 仅仅靠十分之一的人口 一亿多 也能够赚很多钱 所以我们才看到 这么多赚爱国生意钱的人 而且是源源不断 小猪不是一个糊涂人 我要是想在大陆赚这种钱 分分钟也能赚不少 流量密码很轻松就能搞到 但是我从来不会赚这种钱 拿在手里不安心啊 无论谁说我傻 我都不会生气的 因为我不属于那种本末倒置的人 说就说吧 谁傻还真的不一定 在大陆平台上 赚钱 非常忌讳讲客观事实 也就是一定要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而且不能违反法律法规 还要学会用字母或者暗号词语 代替正常的词语 比如说钱 要说成米 死字不能提 个别敏感的词也不能写 同时还要注意 不同的不敏感的词语 结合在一起 产生让人联想的语境 可能会导向敏感 这也是不行的 抓住这些精髓 不要脸的做节目 就一定会成功 如果再良心坏一些 表情再夸张一些 本末倒置一项 则更加厉害 当然了 如果你像那些大咖一样的 还会叼盘 而且叼得还比较准的话 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名人 但有一条是 开工没有回头见 当你出名了 厉害了 想要回头的时候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了 我们再回到 以本末倒置台湾 而赚钱的小博主 他说 大陆人去台湾 飞机降落台湾最大的机场前 放眼望去 一片破旧 没有一座新建筑 飞机降落后 机场成就 杂草丛生 游自遍地 一片破败景象 这就是当年国民党席卷全大陆财富 人才 技术 设备 逃难去的台湾 这就是国民两党鬼混了几十年的台湾 这就是蔡英文 苏贞昌 韩国瑜 糊弄台湾人 要拿着扫把也要保护的台湾 这就是林玉芳嘴巴里亚洲民主灯塔的台湾 这就是赵少康嘴巴里前多道烟角后跟的台湾 七十年前国民党把大陆洗劫一空 留给中国人民一个一穷二白的大陆 七十年后国民两党又留给中国人民一个贫穷落后的台湾 看看中越边界 看看中缅边界 看看中印 中朝 中盟 中欧 中俄边界 中国都是严格把关 铁丝网警犬五百米一个港哨 严防偷渡 看看有多少越南小姑娘渴望去中国 而渴望不可及 知道多少朝鲜人 蒙古人 乌克兰人想去中国而不可得 一道铁丝网阻断了他们的梦想 可大陆对台湾却敞开大门 还不知道珍惜 小猪快要吐了 什么玩意儿 网友跟我的感觉可能会一样 中乌有边境吗 求科普 人家有台积电 你有吗 次文无语了 别的不说中乌边境 乌克兰人想去中国而不可得 一道铁丝网阻断了他们的梦想 这都是什么鬼 三聚清安喝多了 比比人均GDP吧 高楼大厦 是榨取百姓钱财的利器 懂什么 这叫流量密码 不清楚就请你不要混淆视听 不要带着你主观的意见去带动声浪 什么叫做启蒙 胡乱诽谤一个地方 诽谤一个人叫做启蒙家 不是不能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当你的想法不正确时 请不要煽动舆论 不要站在一个自以为圣人的角度 去混淆大众的视听 他们也许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比我们的人均GDP也确实稍微高一些 并不像你文章中所写的一文不值 台湾自有台湾的价值 不管是经济或地理的位置 不知道作者有没有好好地学地理 但台湾的地理位置相当的重要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错 但希望你在发表时能想清楚 会不会有人被你所影响 现在的网络社会并不是发表言论 就不需要负责任 躲在手机电脑背后 就能尽情地攻击别人 这样的行为与网报又有什么区别 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城乡差距 大陆有台湾也有 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 请不要以片面来看待全体 以不正确的资讯来混淆视听 多数网友其实不想看到这样的文章 也不想理他们 但是这种文章实在太多了 挡都挡不掉 凡是你关注台湾的收到的推荐 如雨后春笋永远是上升的 台湾人可能很好理解 因为长期以来的封闭思想 造成大陆千奇百怪的现象 但你们万万想不到 现在不光是大家思想没有进步 反而有一些人开始靠这个赚钱 这就是良心出了问题 靠导向不正确的价值观 来获取报酬的人 非常让人讨厌 我不想诋毁别人 只是就他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 所以打了马 请大家能够理解 好了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周 下期不见 不散